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pache Call Issue 2022的这次大会 然后这次我是来自Apache神语社区的小宇 这次我给大家分享的是Apache神语的一些发展历史 以及它的一些功能 最后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Apache神语在Apache孵化器里面 是如何去进行一个孵化治理 以及社区治理 包括像我们和开发者 包括我们的Commit PPMCL是如何去进行一些沟通的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事情 把神语浮化了这个事情给做好 首先呢我们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Apache神语的一个历史 Apache神语的话 最开始啊它不叫神语是吧 大家如果对我们社区有了解的话就知道了 最开始它的名字叫做做做做做做做了 然后呢它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创立的 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Apache神语 Apache神语的话它是一款高性能的多协议转换 然后用在API治理场景的这种API网关 这个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它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之前写了这个网关以后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认识了就是阿法西佛华西的导师 也是目前就是阿法西基金会的董事之一的江宁江老师 然后2018年的时候 我们在一次开发者大会上 然后认识了 然后我们就聊 我就和他聊起了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就是和我 给我介绍了非常多的这种阿法西的 这种社区的一些知识 包括像阿法西威亚 阿法西的其他的一些整体的一些社区治理 包括阿法西基金会的一些 怎么运作的是吧 它是什么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我就是经过这次交流之后 我就觉得就是 阿法西基金会的这种运作方式 就非常适合于像我们这种项目 然后呢 我就去进行了一次 无论是从代码级别 还是架构级别 是吧 做了一次很生计 比如说我们的代码的规范 是吧 就很规范是吧 因为 因为在辅画器里面的话 就是你是一个整个的社区 社区的有很多的贡献者 来贡献 就是有一个代码规范的话 它是很必要的 就是反正就是 大家写的代码几乎 就很 就是几乎差不多 就是我们写代码就有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常识 就是你写出了代码是给人看的 对吧 你不是给机器去读的 如果你就是给机器去运行的话 那翻译的底层都是零和一 是吧 就是你写代码 为什么要代码规范 就是一定要是给人看的 别人能够看得懂 别人就能够很好的去参与进来 是吧 这是一个代码规范 第二个呢 就是架构层面 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架构 我们把它抽离出来 包括每定好每一个项目 然后每一个项目的 子项目的它的边界是在哪里 是吧 然后它的扩展性在哪里 这样的话就是 慢慢随着慢慢的发展的话 然后呢 你看现在的aparty声誉的话 它具有就是各种可插把性 是吧 各种SPI可以扩展 然后如果用户 或者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开发者 他想来参与进来的话 他只要去实现一个插件 是吧 或者是实现某一个SPI的这种扩展 那就很容易的 能够给aparty声誉进行贡献 随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治理 然后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展到100多个contributor 是吧 在那个时候应该也不少了 对 然后2021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社区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就是从佐马拉开原社区 然后专线给 专线给aparty基金会 是吧 然后呢 为什么在佐马拉社区呢 因为佐马拉社区也是我创立的 然后我写的这个说法网关 一开始就是 放在佐马拉开原社区下面 是吧 然后就佐马拉社区去 专线给aparty基金会 然后在2021年的5月份 是吧 然后这里面我提到一个就是叫做 Lam的神语是吧 就是为什么会需要去改名 首先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aparty对这个品牌的意识 保护还是挺到位的 是吧 就是你如果一个项目名 和其他的一些商用的 或者是已经存在的一些项目 如果有冲突 有从名的话 这样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品牌 或者是商标上面的一些法律风险 是吧 所以说这个名字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也包括去写了好久 然后去如何改名 至于为什么改名叫做神语的话 然后我下一节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吧 我们来 然后为什么叫做神语 是吧 然后这个名字的话 可能大家一开始听起来 就是很中国风 是吧 就不像一个什么英文 是吧 什么之类的 是吧 一个很很一个简单 比如说像tomcat 是吧 或者是hbass 是吧 什么spark 是吧 等等 说多克 是吧 kbias 等等 你看你听他的名字 就很很英文化 是吧 你看我们神语 叫做什么 aparty 神语 一听就是一个拼音 是吧 至于他为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为止的 就为什么叫神语 是吧 其实我们这个从学名上 就是神语的话 你看他其实就是一个拼音 是吧 就中文英语过来叫神 神话的神语 就是大语的语 是吧 就为什么要叫神语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是 作为一个网关的话 你们大家觉得他 网关对什么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是吧 其实他就是对流量的治理 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 是不是 非常重要 是不是对流量的治理 是吧 然后我们一想 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有什么对流量的治理 然后一联想 是吧 大于治水 是吧 你看 那么一样的一个洪水 能够被他治理的 仅仅一条 造福我们中华民族 是吧 然后呢 这是一方面 比较契合的点 第二方面就是 你看他的这个神语 你看他的拼音 就是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就这个字母有多少 就六个是吧 比较简 比较简 简洁是吧 比较简洁是吧 是不是很简洁 不会很残 是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就是 第三个的话就是 神语 就是大于的话 他是我们 中国历史上就是很出名的一个人 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然后呢 包括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美德 是吧 之类的 也被我们中华民族去全唱 是吧 第四个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私心 是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叫神 一定要选一个就是英文拼音的了 其实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想 就是我们既然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国内主导的一个项目 我们去希望去如果有国外的一些友人是吧 来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和他讲一下这个故事是吧 就神语的一个就大于之水的故事是吧 或者叫神语的故事 然后呢 让他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全统的文化是吧 之类的 其实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对我们的项目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吧 让一些我们没必要的一股脑的去 去参考国外的是吧 我觉得让外国一些人啊 来学习一些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 我觉得也挺好的是吧 如果比假如说我们项目做的非常好了 是吧 非常成功的话 那自然而然就是会有很多老外来用我们的项目 来学习我们的项目是吧 等等之类的 是吧 其实这就是几个方面的点 最后一个其实就是 我们就是毕竟要进到阿帕西浮华器了 是吧 就是整个的社区的这种阿帕西的文化 包括社区的治理啊 我们也像真的就是要非常公正公开 是吧 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 非常符合大宇 是吧 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君王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地位 作用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全统文化中 是吧 我觉得 你看等等的这么多的方面 所以说我们把它命名为神语 是吧 从简单的合并来说就叫阿帕西神语 是吧 我相信 我相信就通过我的这一方解释 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取名的这个含义 是吧 包括它背后的一个故事 是吧 包括它的寓意等等之类的 是吧 好 下一节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阿帕西神语的一个编程模型 其实它就是一个 React的风格的一个编程模型 是吧 就是我们的神语 相信像React的这些编程模型 可能在目前的技术主流中 就是可能还不是很流行 是吧 就是在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发展趋势了 其实它就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可以这么说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如果在座的各位是学Java的 然后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 你还在用JTK7是吧 你还不会使用那么大函数 进行去编程是吧 然后不会进行函数式编程 不会使用那么大表达式 我觉得你可能就不适合于 做一个Java的程序员是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趋势 假如说 其实在几年以前 就你想想我们是在2018年创立的是吧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个趋势了 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的时间 是吧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几年 就是这种REART的这种编程的方式 肯定会成为Java的主流 大家一定要学会这种函数式编程 的这种模型 而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你看左边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我们Java写的一个man是吧 首先它就是构造数据是吧 进行转换是吧 然后进行一些过滤 然后最后订阅的时候把它输出来 是吧 这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东西 然后你执行这个代码之后就会输出来 是吧 输出来 小语hello 是吧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呢 就是在这个REART的编程呢 其实虽然说我们表面上 它是这么去写的 你看其实它底层啊 它构建了两条的这种链是吧 一条链是自散而下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照着我们这种编程的模型 是吧 你看卸掉了Vlogs的Jazz的 是吧 然后再掉Map是吧 再掉Flight 然后再掉订阅是吧 你看就是这种自散而下的 其实在它的底层呢 它是构建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这种订阅的链 是吧 当我们是需要在最后面去打印数据 是吧 你看这个代码的含义 就是打印数据是我们最后的需求 是吧 当我们只有执行到这个打印需求的时候呢 它会发生一个自下而上的这种订阅链 是吧 一步一步的去往向上游去进行订阅 然后来把整个的这种数据的流转给创通起来了 是吧 如果 其实大家就可以明白 假如说就是我们写的这个代码 我们没有掉这个subclient 没有掉这个订阅 想想它会发生什么 它就会认为就是 你这个代码就是没有去被消费 没有去被执行 是吧 大家可以想到这个可以用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其实可以很多场景是吧 就比如说我们一些惰性的一些夹载是吧 其实就很适合 比如说我们要打日志 是吧 比如说我们就要打日志 但是我也想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下 或者是日志级别开启的时候 我要去打日志是吧 但我们如果没有使用这种方式 我们可能直接在代码里面去写 或者是写一个什么if判断 虽然你写一个一份判断 但你对于JVM来说 它还是会把你的这个代码 编译成它底层的字节码 是吧 其实还是当你没有这个场 没有这个满足这个场景 它其实还是占用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是吧 其实我刚才是讲了一些很谐切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包括还有就是 你这种那么的表达是 你这种两个的编程方式 它还有很多什么自制性 是吧 弹性 然后我还又可以从框架层面来控制 我的整个卸层的模型的调度 是吧 等等之类的 都是可以在这上面去做的 是吧 这个就是阿巴基神语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编程模型 响应式的一个这样的编程模型 是吧 也其实是很新颖的一个东西 是吧 也希望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感兴趣 能够学习这种阿巴基 通过学习阿巴基神语 能对这个罗尔克的表达是 罗尔克的编程模型 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是吧 你看他写起代码来 也是很秀的 是吧 很好看 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 在未来几年 肯定是我们作为加瓦开发者的一个趋势 大家 一定要好好去学习 然后我们来 第二个话 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阿巴基神语的一个数据同步 大家想一下 就是我们神语 作为一个网关 为什么需要数据同步 其实很简单 是吧 就是神语 我们神语作为一个网关的话 第一个它肯定是一个集群部署的 是吧 它是一个集群部署的一个状态 它肯定有很多个节点 然后呢 它可能呢 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视化的界面 是吧 然后大家想 当我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界面 去改了数据之后 我怎么能够把数据去同步到每一个节点 是吧 这个是你要想的第一个 是吧 我怎么需要把数据 我所有的操作 能够同步到每一个节点 第二个呢 就是为什么它需要同步 是吧 因为啊 它作为一个网关 就是作为一个高性能 是吧 高性能其实是它的一个追求 假如说我们的每一个数据 都在我们的GVM里面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的数据同步 又是做得很好 那所有的它的数据的计算 它的判断都是通通过GVM来存储的 是吧 然后你觉得它是不是很快 总比你到时候你要拿什么数据 你也需要去从什么release啊 myself啊 去拿一份是吧 拿一份出来 你看你这个效率的话 是吧 就是会很低 是吧 你每一次 因为你每一次都需要进行软络的Io啊 磁牌的Io啊 等等之类的 是吧 这个就是你需要注意的 就是为什么它需要 是吧 这个其实你自己去想一想 它就其实它就是需要的 对吧 因为啊 你想一下 你作为一个网 网你要部署好的之后 每天呢 经过你 因为你所有的力量 都要经过你的网网 你的调用量是很大的 所以说你的性能 损耗 是你需要严格的去把控的 对吧 大家明白 第一个就是为了性能 是吧 第二个就是它的场景 需要这样的 对吧 你看它其实 我们神语的话 有一个神语adme 是吧 也叫神语大事不落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 可视化的控制这个 整个我们网关 包括流量的配置啊 全线啊 用户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 后台 是吧 可视化的一个后台 然后呢 我们用户呢 只需要在上面去进行一些配置 是吧 配置我们各种的流量规则以后啊 然后它就会通过我们的一个数据同步中心 来把这一份数据来完完全全的同步到网关的内层里面 是吧 连行到我们的本地换存里面去 然后呢 它的其实它的同步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HTB长轮群的 HTB长轮群的 大家能够知道就是目前验界主流的使用的一些配置中心 是吧 比如说像阿波罗呀 Locos啊 是吧 它使用的方式就这种 它说我们还支持像什么websocket的是吧 双向通信 是吧 网关和Admin来进行一个双向通信 还有可以基于什么 各种什么消息中间间是吧 或者是注采中心是吧 然后我们去把数据写到一个中心节点 是吧 然后呢 注采到一个注采中心 然后网关的节点去接听这个 网关的节点去接听这个 注采中心 然后把数据接听到以后来的同步的类层里面 其实我们还是支持像ETCD啊 ZK啊 Locos啊 是吧 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都是一个SPI可扩展的 如果用户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扩展一份 比如说我可以基于什么各种MQ的是吧 什么LocomQ啊 Cupca啊 是吧 等等之类的 然后你主要是自己扩展一份 你们觉得适合自己业务系统的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Apache神语网关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力量控制 是吧 我刚刚和大家讲的话就是 从我的命名是吧 命名叫神语 就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流量的控制 其实是网关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是吧 对于Apache神语来说的话 流量的控制的话 有三个层面 是吧 有三个等 有三个 有三个功能 是吧 三个等级吧 首先呢 就是这个插件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能够明白 是吧 插件 是吧 那肯定它是一个可插吧 的一个东西 是吧 然后它肯定是你这个 Apache神语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单元 对不对 确实是的 它是我们Apache 插件是我们Apache神语的一个一等公民 是吧 它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单位 在这个插件之下呢 就每一个插件 然后会对应多个select select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流量的第一次筛选 大家明白 就是我的select的话 其实我可以 对流量的第一次筛选呢 比如说我可以根据应用 是吧 这个也是通常去应该去做的 我可以根据某一个应用 来做一次流量的筛选 然后这一个应用呢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特殊的处理 是吧 我们控制了第一个控制了应用了 是吧 然后呢 每一个select的呢 会对应多个roler 每个roler呢 相当于就是我们具体的每个接口了 对吧 应用接口 插件 应用接口 是吧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然后呢 在这个roler里面呢 它就可以 你可以去配置 我要真正的去对到具体的哪一个 接口 是吧 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能够把每一步的流量 能够往往全都给控制住 是吧 然后我们想怎么去统计就怎么去统计 比如说我就想统计下我这个应用的QPS数 我就想对我这个应用进行泄流 那我们只需要配置 我们的规则配在我们的应用这个层边 级别 我们把我们这个应用的级别流量给筛选出来 进行我们的处理 我们的配置就OK了 对吧 当然我又想啊 我这个我这个应用想这样 那我下一个我不想这样了 我就想下一个应用 比如说其他的一个应用 我就想配置到接口级别了 我就想控制的接口级别了 那你就可以配置到roler 是吧 这个级别 然后呢 还有就是在selectroler之上会有他自己对应的一个handler 他不同的自己的每一个select和roler的handler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方便的很差异化的 是吧 能够很自定义化的能区分我们每一个应用和我们每一个接口 我们每一个应用和每一个接口 我们都可以让他变成变成我自己非常特殊的 我想我自己自定义的我自定义的一些处理 对吧 这样的话你就无论是你从运维层面还是从你的业务层面 你都能够往往往往全全的控制住 往往全全能够适配你你整个业务系统的一个需求 对吧 我相信我通过这个讲点能够把就是我们神语的这个数据模型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吧 然后来看就是我们来刚刚我说了那么多是吧 怎么去控制流量的是吧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流量的匹配的模型 是吧 你想一下就是我们流量我们怎么去选筛选流量 是吧 其实在上面我们神语的话 有很多是吧 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解写的select rule的可能是他的灵魂 但是呢我们在这上面呢 我们要怎么去筛选流量呢 其实它有很多个组合 我们可以去送HUD UII QUERY BODY COOKIE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条件里面我们去筛选我们需要的流量 是吧 在下面呢 然后呢我们再去进行匹配 是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使用什么样的匹配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去Match 是吧 Echo是吧 等我们可以使用一些Spring SP的这种EL这种表达式 是吧 我们可以使用正则表达式是吧 我们可以使用古诺语言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对它进行确认是吧 这样的话你想一下你就能够组成多少 他们都是可以随便互相混合的组合的 你想一下这样的一下组合出来的话 然后组合完之后呢 瓦克还可以暗的组合还可以握的组合 你想一下这样的一下处理完之后呢 应该就是你的所有的业务系统 你的所有的接口的流量 我都能够匹配到 我都能够能够找到 这就是流量治理 是吧 这就是流量治理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能够掌控所有的流量 是吧 接下来我再能够谈我的治理 我的治理是什么 我可以泄流 我可以容装 我可以拒绝 是吧 我可以给黑板名单控制 是吧 等等等等之类的 是吧 这个就是你为所欲为了 你可以在这上面做你所有你想做的事 比如说我这个接口 我的参数 我全的是 一的参数 我想 我想做什么 然后参数是二的 我也想做什么 然后等等 这样子类的 你都可以控制住 控制住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 对不对 我相信通过这样的讲解 大家能够对这个 我们对于流量的控制 就是能够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了解吧 接下来啊 然后最后的稍微再写 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然后去审议 就是在未来是吧 应该做一些什么 其实我们的未来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 就是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的一个API 治理的这样一个网关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你的API的设计 注册 下限 注册是吧 注册上来之后 你的API的控制 包括你的泄流熔断 是吧 你的参数修改等等 是吧 参数修改 参数映射 参数转换 返回的接口 返回信息的转换等等 是吧 最后到你的API的下限 是吧 等等在一个系列的生命周期 我们希望都能够给你提供好 你可以拿来直接开箱击用 就OK了 第二个大的方向呢 就是我们还需要去 做一些云原生方面的一些东西 是吧 包括我们去 会去和API 去寄生 包括我们会提供 像英国的 是这样的数据的 像编排的一些入口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在 写YAM的这种方式 能够在API S环境能够跑起来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 去集成所有的云原生的一些东西 是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去构建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插件市场 目前我们审计的话 应该提供了有20多家的插件 包括涉及到有什么健全安全性的 是吧 健全 什么可观测性 熔断线线 参数转换 参数映射 是吧 等等 什么RPC 还有各种RPC插件 是吧 什么Double的 什么Cloud的 GRPC TAS MOTA 未来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包括像 RPC 是吧 Swift 等等这样的一些协议转换的一些插件 是吧 我们还需要去提供 各种各样的这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些插件 把我们整个阿巴基神域的这个插件生态底气给做起来 我们就想提供给用户一个就是开箱即用的 想要什么插件 我们这里都能够有 你可以直接拿过去 可以使用 如果万一就是不满足你的特定的团体 你只需要去进行一些扩展 扩展一个SPI 稍微扩展一下就OK了 是吧 你完全不需要去动员嘛 是吧 你只需要去扩展就OK了 开箱即用加扩展就OK了 这个是我们未来对于我们插件的一个定位 我们的插件市场的一个定位 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阿巴基神域的一个社区的治理 是吧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浮华 浮华当中嘛 当我在录制这些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是在进行 在进行毕业了 是吧 然后毕业的整个流程已经走完了 所以包括投票也都通过了 然后只需要等待阿巴基 董事会的一个确认 那么在录这些视频的时候 首先就是大家听阿巴基 就听到最多的就是阿巴基位 是吧 这里和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通过阿巴基位 就大家觉得什么是阿巴基位 是吧 虽然阿巴基位在阿巴基的官方 官网上有详细的介绍 其实大家可以用最简单一句话 所描述出来 什么叫阿巴基位 我觉得就是最开始 嘉宁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 就是什么叫阿巴基位呢 就这么多阿巴基项目 什么叫阿巴基位 其实最简单的一句就是 阿巴基位 你作为一个创始人也好 包括你作为一个社区的参与的人也好 你把它认为这个项目不是你的项目 它是属于一个社区的项目 其实这就是一个阿巴基位 当你有了这个共识以后 你的所有的很多东西 包括你的沟通 你的交流 你的写代码 你的设计 等等等等 你都围绕着这一个大原则 所以说你的代码要写得很规范是吧 不是说一定很好很规范是吧 那你的架构设计呢 一定要高可扩展的呗 不然别人怎么来帮你写代码呢 怎么来做扩展呢 帮你做贡献呢 是吧 第二个就是 这你要强调 这一定不是一个个人的项目 它是属于一个社区的项目 所属在这里 什么 贡献及权利是吧 或者是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是独裁的是吧 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平等的 无非就是有一些人他贡献的多 然后他对这个东西很熟 然后他说的很多东西 对你很有帮助 对吧 无非就是这一个 大家明白是吧 所有的东西都是基于社区的这种治理 第二个就是你做社区治理 listener 我现在是listener 就是倾听 倾听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能够通过这个 我们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 包括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贡献者 我们的contributor 包括我们自身的PMC也好 Commit也好 只有我们去上语倾听别人的东西 包括他的需求也好 他的错误也好 他的诉求也好 等等等等之类的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应该到底去做什么 我们来总有一个评估 包括我们也经常听到 需要去听到一些很多的一些批评的声音 是吧 包括你这个文档写的哪里不好 是吧 包括你这个语句怎么又不通讯呢 你这个代码项目有bug等等之类的 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听到的 你可以倾听 基于这个的话 我们Albert省与社区啊 我们会进行两周一次的 全体的一个社区的治理的会议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在这个会上的话 我们一开始 我们会讨论一些 我们社区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是吧 一些进度之类的 最后面大家可以一起唱 开怀唱聊一下 就是我有一些什么错误啊 包括我想我遇到的一些什么困难啊 是吧 我想做某某功能啊 但是我现在又有点没思路 就大家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支持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包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像我们神域社区的话 有很多这种刚刚毕业的 或者是高校毕业生是吧 刚工作不久的 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成长起来 包括我们的一个社区成长最快的 我记得应该是苏根帅吧 是吧 应该现在已经是我们项目的PMC了 下一年的话 他还只是一个大三的一个学生 是吧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 刚刚毕业一年的能够成为我 一到两年代能够成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PMC 是吧 包括我们核心的工学生 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 第三个其实就是合作 合作呢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你想一下 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现在社区有280家的贡献者 是吧 就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就你是一个开了一家公司 你有280个员工 这280个员工都是做技术的 是吧 然后呢 你想一下 就是我们每个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长处 是吧 并不是说这个项目 阿巴西神语是我创立的 我一定是这个 项目里面的技术最好的 其实往往不是 是吧 其实就是对于很多 就这个一回到上 那个阿巴西味的那种方式了 就是永远不要让 每一个创始人 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成为这个项目技术上面的偏花板 这个是最大的忌讳 是吧 最大的错误 一定不要这么做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长处 比如说有些人就擅长于写文档 有些人就非常擅长于做设计 写钱端 有些人非常擅长于做 Bug的修复 是吧 有些人非常就擅长于做代码的设计 是吧 等等 每个人都有很自己擅长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性的项目 背后没有公司去指导 是吧 没有公司在后面去支撑 所以说我们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是吧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自发自愿的 来参与这个项目 我们并没有什么上下级的关系 是吧 然后通过我们这种学习阿巴西味的这种方式 和我们这种理念 然后我们能够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沟通交流 来一起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去进行做好 是吧 每个人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就OK了 或者每个人去做自己 又擅长又感兴趣的事情 就OK了 是吧 最后一个就是价值 我写的是various 价值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开源人 一直要反复强调自己的一个东西 价值 什么就是价值 你做这个开源 是否有价值 是吧 每个人要在这个 其实你要去参与任何的一个项目 你一定要找到自身的一个价值 价值是什么 会给你带来什么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我最开始做开源的时候 我想要的 我想那个时代心态就是我能够这个项目 我能够帮助别人 我就很开心 我把我把它当做一个礼物去送给大家 我很开心 这个就是我找到成就感的一个地方 是吧 当然还有一些人就觉得 我来写这个实现这个功能 很酷 这个功能 我觉得我写的代码又很OK 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是吧 这也是一种价值的一个体现 对吧 还有一些人就是 我觉得我来参与这个 后面我成为committer了或者是我成为pmc了 是吧 我和别人去说的时候 我也很有价值 是吧 我也在这里面找到了我属于我的荣誉 是吧 找到属于我的荣誉 这也很重要 是吧 你看我我能够做开源 我能够能够成为一个 amage.1项目的committer或者是pmc 是吧 或者是核心工业者 我能够获得这份荣誉 我也很有价值 是吧 还有些人就纯粹 我就是越 我就是那种 我 我就是非常愿意喜欢帮助 帮助别人 只有帮助别人呢 会帮助完别人之后 别人给我回馈一声大佬 或者回馈一声谢谢 谢谢大佬 谢谢大佬的帮忙 哎 这个时候我听到我也很有价值 我也听到很开心 我会开心很久 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对吧 这也是一种价值 所以说每个人就参与任何一个项目 一定要找到自身的价值 是吧 这个价值有多种多样的 有你对你自身技术提升的价值 有你对你自身荣誉提升的价值 有对你心情提升的一个价值 是吧 你感到的开心啊 等等之类的是吧 一定要找到这个 通过这四个方面 我们能够去把这一个项目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把这一个项目在浮华器里面去做好 做到成为一个顶级的项目 是吧 然后在未来的一个很长时间 在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 我们未来一直要按照这种方式去运作 把它做成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 让全世界是吧 全世界的开发者能够知道我们项目 或者是很多的公司了解到我们项目之后 非常信任我们项目去使用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我们的项目 对吧 其实这就是价值 对吧 希望大家这个我通过我这样的讲解 能够给大家有所帮助 是吧 最后一个就是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何参与阿巴基省 参与阿巴基省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个 在我们官网上也有啊 有个mail list 是吧 第一位 at 阿巴基省语 是吧 这个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 在我们的官网上有一篇文章 专门去讲How to Contribute 是吧 这样的文章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肯定解写解写的非常详细了 就是你可以去看看是吧 我这里可能是讲的非常简单一些 一个是邮件是吧 邮件是什么呢 为什么呢 那大家说一下就强调一下 就是邮件 邮件它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地方 是吧我们既然是一个社区的项目 我们不能够我们俩私下我们就说了什么是什么 是吧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场合 把我们把我们的思想 把我们的交流的一些经验是吧 给它分享出来 而且呢要是非常有礼貌的把它分享出来 是吧非常克制性的是吧 把它分享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都要求是中英文的 我觉得写英文有好处 我其实我自己的英文也比较差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发现我都不断鞭策自己 是吧 然后去学习一下英文 实在不行的 我翻译一下 是吧 总可以 只要你把新用在上面 你都有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第二个怎么贡献呢 就是我们getahub医术 是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用户 或者是一个开发者 你想做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去发现bug了 你可以去医术 是吧 把它提出来 其实提医术 提bug 其实也是对社区的一个贡献 对吧 当然最好的是 你最好提getahub的破request 提pr是吧 你就好把这个bug找出来之后 你还把它fix掉 那这个这样的话 你就很办了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真的就很办 是吧 你这样的话 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开源的贡献者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找到了一些 我自己想感兴趣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就直接这么去tpr 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我 我我们公司在生产 我那种使用阿伯要省与 但是我们做了一些改造 那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改造呢 又是很通用性的 然后我试着去提供给社区 反馈给上游 是吧 他上游 看我们社区能不能接受我的pr 是吧 等等这样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官网 是吧 官网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文档了 现在文档的话 就可能 可能有很多需要去优化的一些地方 包括一些语句 是吧 包括一些有些文档 他写的不是很详气 他比如说有些英文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 那个句子翻译的不是很好 是吧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东西 主要是属于阿伯生语的 你都可以来进行贡献 是吧 你修改一个字也是贡献 是吧 你修改一个错别字 他也是贡献 贡献 而且他是不分大小的 是吧 不分难以程度的 他都是贡献 然后当你贡献多了之后 你自然而然 你会就会成为这个项目的committer 或者是pmc 是吧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然后右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阿伯生语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 是吧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阿伯生语的这种公众号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发版 或者晋升committer 等等这样的重要的一个事情 都是会在我们公众号上面进行发文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 我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认识到阿伯生语 最好能够参与阿伯生语 最好最最后能够把阿伯生语 用在你们公司的场景 能够给你们公司带来帮助 或者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是阿伯生语社区的一个 比较开心看到的一个事情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